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,5月26日,胡人和太阳的比赛季后赛首轮,第二场的较量胡人,能扳回一城吗? 赛前先让Baller插个嘴在今天公布的赛季奖项中,恭喜兰德尔最终,斩获赛季最快。 进步球员讲有媒体,统计了胡人朱绍离开胡人后的成绩,其中三人进入全明星,拉萨尔、英格拉姆、兰德尔,两人斩获MIP最快进步球员奖,英格拉姆、兰德尔,一人。 拿到赛季最佳第六人奖项,克拉克森,真就如球迷所说的句式。 赛是满天星言归正传,干正事。赛前老瞻进行了投篮,训练好家伙这铁打的今天的状态,令人担忧有传言说小家今天,要提上首发了。 胡人要开始,调整阵容了吗? 哦,并没有两队,双方首发阵容,出炉胡人没变依旧是,詹姆斯、农眉、庄神、波普和施罗德泰雅、布里奇斯、克劳德、艾顿、布克和保罗带爸爸。 你可稳着点啊,首截比赛刚开始,克劳德在一次防守农眉时,小克劳德被后者的脚,踢到随后农眉被裁判判了个一级恶犯寄人投篮,铁那我就扣篮。 詹姆斯永远的沉着是36岁的人嘛,不敢相信平放暴扣身手,就来经典的詹为连线第一阶胡人,30比24,领先太阳小家,终于上线了一上来,就接詹姆斯传球三分,稳稳命中胡人教练。 终于肯拿出核武器了回来了,都回来了今天,装神不再弄鬼,第二节打成了一个强硬,二加一成功,达成两双防守。 也在线了看来,今天胡人势必要拿下这一局半场比赛,结束53比47,领先太阳6分球队,已有4人,得分上双詹姆斯10分1篮板4助攻2抢断戴维斯,10分6篮板4助攻,一盖茂施罗德,16分2篮板,一助攻装神11分10篮板2抢断反观。 太阳这边保罗尖伤,还是有很大影响虽然。 紧拿了5分,但关键时刻一度站出来,帮助球队把分差缩小至,只剩2分不克,拿到了12分,一篮板2助攻爱顿,继续支配篮下,7投7中拿下14分2篮板,一助攻两人扛起了,球队进攻大齐一边。 在战胡人打出了一波,10比1的高潮分差,瞬间被拉到了15,分好在不克,连续得分紧咬加上小将,约翰逊末段的,连续3分3结,战罢太阳,落后胡人7分,詹姆斯这一3分难度技术,真的拉满趴的一下,很快啊太阳末结上来。 凭借克劳德的3加1和佩恩的3分球,再进两队打平了比赛,还剩最后两分钟,随着农眉的概冒,老詹的2分加上,农眉3分再进胡人成功,又把分差扩大了8分,勒布朗詹姆斯。 太阳队几个回合,没能打进反倒,老詹一点勤勉,不给大心脏3分再进,没有了,没有全面了,老詹关键3分,杀死了比赛全场比赛,结束胡人109。 比102战胜太阳,双方1比1平,詹姆斯23分,4版9柱2段农眉34分,10版7柱3茂施罗德,24分3版3柱,德拉蒙德15分,12版2段波斧4版,小加6分库兹马2分,卡鲁索4分太阳这边,布里奇斯6分2版,2柱克劳德,8分6版2柱爱顿,22分10版,布克31分,3柱保罗6分3版5柱佩恩19分, 7柱2柱,想必胡人球迷此刻的心情,是这样的那支熟悉的胡人队,终于是回来了这轮系列赛,还远远没完期待两队,继续向球迷贡献精彩的对决,最后大伙来预测一波,最终大比分,会是几比几,哪一队会取胜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